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啊 干了三个月,超人的原始豌豆射手终于可以升五阶了 进阶吧,五阶的原始豌豆射手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 熔岩子弹 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 趁热打铁,带上我的五阶原始豌豆射手去解锁治愈神器 这个治愈神器嘛,最开始超人打不过 那时候对这一关的植物和僵尸都不了解 现在超人可不一样了 好的,时空裂缝出现了 精英治愈者僵尸要出来了 直接中上我的五阶原始豌豆射手,开场一个大招 就连地面上都是岩浆啊 这个应该会有持续伤害吧 第三个原始豌豆射手,僵尸扛不住了 开出了护盾,抵挡了伤害 那超人就等一等,等你护盾时间过了 你就没办法了吧 五阶的原始豌豆射手,这个伤害真是不得了啊 超人以前打这一关的时候,真的是被打得够惨的 原始豌豆射手,快点帮超人来出出气 好的,又来一个大招 精英治愈者僵尸的血量见底了 漂亮,干掉了 超人以前没有玩过摩登世界 对这一关完全是一无所知 现在超人打了摩登世界 知道了这些僵尸的技能 而且还知道时空裂缝是怎么回事了 之前不懂的时候 看到这一关的僵尸,吓坏了呀 五阶的原始豌豆射手 这个伤害真的是不得了啊 场上的时空裂缝有点多呀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这个神器解锁里的僵尸是几级的吗 奇怪了,为什么中间这条路的僵尸这么扛啊 都打得不掉血吗 其他几行的僵尸明明一出来就被瞬间干掉了呀 难道说我的原始豌豆射手的子弹 全部打到时空裂缝里去了 伤害被时空裂缝给转移了吗 不过这个原始豌豆射手子弹建设出去的岩浆 都够把僵尸给烫死了呀 时空裂缝关闭了 哦,超人知道了,原来是这个盒子挡住了原始豌豆射手的子弹 这个盒子居然叫赛前香 这个名字也太奇怪了吧 有多少小伙伴知道这个盒子叫赛前香的呀 好的,过关了 超人获得了治愈神器 解锁完治愈神器 超人现在就来解锁投冠神器 这个投冠神器超人之前也没有打赢 赛前香这次在最右边 然后时空裂缝出现了 马上咱们的投冠车就要出来了 为了以防万一超人种上一点爆炸坚果 这么快就开始投冠了呀 直接把超人的原始豌豆射手给砸掉了一个 糟糕,没有阳光种植物了 小推车触发了 这就尴尬了 本来想着带上五戒的原始豌豆射手过来复仇的 结果没想到一上来就被砸掉了一个小推车 该不会超人这一把又要输了吧 给原始豌豆射手吃一颗能量豆 开出大招,结果直接被罐子给砸掉了 僵尸在吃我的鸽葵 种上一个爆炸坚果让他啃 原始豌豆射手继续开大招 疯狂的输出 这个投冠车真的好厉害呀 超人五戒的原始豌豆射手 被罐子一砸 瞬间就被秒了呀 继续丢大招 不能让他再丢出下一个罐子了 好的,投冠车倒了 剩下的都是乌合之中啦 你别看后面出来了这么多僵尸 在五戒的原始豌豆射手眼里 这些僵尸只有被秒的份啊 这一关最大的难点 还是投冠车的不确定性 投冠车一倒 这些大爷二爷们连草皮都踏不上 小伙伴们 超人鉴定完毕 五戒的原始豌豆射手 非常值得培养哦 超人花三个多月的时间 探险碎片 值得呀 太棒了 投冠神器到手了 最后呢 超人去回忆之旅的商店 现在我有七个彩色蜗牛币 可以直接在商店里买护盾神器了 超人成功获得了三神器 加上之前的磨斗神器 超人现在有四个神器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哪个神器 值得优先神器呢 好 小伙伴们 剩下